大家好,我是明君 这集是《台湾真奇妙》第42集 在我眼前的是一座约两层楼高倾斜的塔 我初次来到这里,被眼前的景象感到不可思议 这里是屏东竹田乡跳迪村 而这座塔是静字亭 之所以会倾斜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一旁的水闸门和合体施工所造成的意外 静字亭的最上方供奉观音 但我拍不到上面 我猜测里面应该是可十倍的神位吧 中间一层则是供奉土地工 最下方一层不是拿来烧金纸的 而是拿来烧纸张书籍用的 一座两层楼高的塔 就专门拿来烧纸张和书籍 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啊 原来是在以前物资缺乏的时代 书本纸张取得不容易 加上试字的人很少 因此大家会认为书籍文字在意义上是很贵重的物品 如果随意丢弃,回对文字不尊重 如果村民要丢弃纸张或是书籍 就要拿到禁字停烧掉 以表示对书籍文字的尊敬 我想这是以前试字率不高的时代才会有的观念吧 想想现今已经是人人试字 资讯又爆炸的时代 书籍文章随手可得 电脑手机可以无线游览 甚至TRAP GPT还可以生成文章 文字当然就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如此的被受到尊敬 而旁边的土地宫庙没有神像 是一个石碑 再加上后面有个小土丘的化胎 因此看起来像个坟墓 旁边的说明更直接写明 这是坟墓形的土地宫庙 有化胎的传统建筑在客家庄很常见 例如先前拍摄过的苗栗土地宫庙 很多都有化胎 接着我看到旁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这个看起来很像是日本时代的东西 因为它就像一个小神龛一样 然后它的下面啊 这很明显是一个烧东西的洞口 然后上面写着金炉 所以意思是金纸和字的部分是分开烧的 而石碑上的字机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在邻近的土地宫庙也可以看到一样的金炉 上面一样插着线香 排位写着天官四伏神香味 这类型的金炉我觉得挺特别的 话说今天的天气特别的热 影片中我很难呈现到底有多热 我就用中央气象区的图片给大家解释 原本我以为红色已经是最热的状态了 没想到在台湾还有紫色啊 而我所在的跳迪村就在紫色的范围内 也就是全台最热的地区 在路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 只有一两分钟有一台机车经过 因为正中午大家都太热 会去回家休息睡午觉了吧 所以路上没有什么人 是一个很魔幻的时光 然后我觉得像这样的村落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有很多频道都会选择来这种偏向拍摄题材 所以我觉得以后的村落人口 会不会剩下三种结构呢 就是老人和照顾老人的外配 还有YouTube 我有点好奇在这个时代 还有人会拿纸来禁字停烧吗 我看向亭子里面 发现里面有手写的经文 我想这大概是对于经文的尊敬吧 相信我阿嬷平时有念佛经的习惯 也都会把佛经摆在书桌的正中间供奉起来 阿嬷出生于日本时代 接受日本教育 所以看不懂中文字 但她凭借着毅力 一字一句在佛寺里面 请教师兄师姐如何发音 阿嬷在过世之前 依然看不懂中文字 也听不懂普通话 但早晚念经已经成为她的日常 她会把经书摆在书桌的正中间 在旁人眼中的佛经只是印刷品 但却是阿嬷的精神堡垒 靖字停对于我来说 已经从靖意转变成了怀旧感 甚至我还觉得有些浪漫 毕竟这是个Ctrl-C加Ctrl-V 就能贴上大量文章的时代 于是我继续寻找其他座靖字亭 屏东万暖有座靖字亭 当初在私人的土地上 地主原本想要拆迁 村民为了保留靖字亭 就以人力拖拉的方式 一天拖100公尺 花了5天的时间迁移完成 这个画面特别的感人啊 于是我来到了屏东万暖 我发现靖字亭就默默的树立在一旁 和废弃的冰箱融为一体 反正也都是装窄的容器 一个装冰的一个装热的 放在一起好像也毫不违和 再加上背后摇曳躁动的树叶 也是挺有意境的啦 万暖砖靖字亭在1959年 重修成现在这个样子 而它的洞口已经长了蜘蛛网 看起来已经没有再使用了 下方取纸张灰烬的洞口 也有蜘蛛网 说明一下靖字亭后方的洞口是为了方便取灰烬 在仪式上称作迎圣机 早期的先民会把靖字亭的灰烬集中 撒在海边或者是西边 象征文字回归到另一个时节的意思 现今这个仪式看起来会造成环境污染 不符合时宜 但如果是100年前的人看到2024年的环境 那应该是会觉得小屋见大屋吧 以上的靖字亭都是位于客家村 客家人希望后代能靠读书来达到功成名就 因此许多靖字亭在客家庄都保留的特别好 像是画面中的高雄迷农庄靖字亭 是在路口的中间 是一个六角形的塔状 它在1896年重修 距今已经有128年的历史 是属于国家三级古籍 目前是一个大家都会路过的古籍景点 我现在抵达的是迷农庄靖字亭 这个靖字亭刚好就在路口旁边 非常的特别 而且古色古香 然后包含它上面的字都已经消失了 由此可见它的历史悠久 然后特别之处在它的下面 它下面有一个碑纹 然后有一个香炉 上面写着字字苍结圣人 所以这里是来祭拜苍结的意思 而且这个香炉很迷你很可爱 估计只能插十字箱吧 然后在这个靖字亭的旁边 还有一个警告的标语 上面写着 请共同维护文化资产 请勿随意焚烧其他垃圾 这就让我好奇了 什么是其他垃圾 是账单吗 还是前任的情书 还是选举公报 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 我刚才看里面的时候 里面竟然还是有放一些 没有烧完的纸仓 意思就是这个 靖字亭还是有人在使用的 然后我发现里面 真的有信用卡的账单 以及收据和发票 看来大家果然对于垃圾 有各自的表述 我继续探访美农的靖字亭 来到了上庄仔靖字亭 这座规模相对小了许多 整座亭子被树木掩盖 上面坐着一个土地公像 据说是大家乐时期摆上去的 这是极少数有土地公坐在上头的 靖字亭 大部分的靖字亭都是供奉昌杰 文昌 魁斗星君 这三位和字体文书有关的绳子 例如桃园的连座山观音寺 最特别的是上方供奉魁斗星君 而且还是有神像在上面 另一个特色是前方有一个香炉 供人插香使用 这座靖字亭目前已经没有烧纸 功能上比较像是魁斗星君的神龛 关于魁斗星君的故事如下 魁斗星君保读诗书 每次科举都有考上 但考官却因为他的长相怪异而不录取 魁斗星君因此投水自尽 原本以为生命将走到终点 没想到却被敖鱼救起 外送到了天庭 玉帝封他为文奎星 魁斗星君也就成为了考生的守护神 这也是独占凹头的由来 另外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屈原投江 以前传说故事似乎都喜欢用死亡来刷清冤屈 现在的动漫故事则是死亡之后 反而会得到修炼的机会 复活之后再回到人界奋勇杀敌 例如七龙珠 回到美农 有一座静字亭坐落于路边 是金瓜寮静字亭 它是红砖的样式 坐落在路口 上层的洞口有着石碑 写着倡劫圣人神位 我才刚到不久 美农便下起大雨 我喜欢记录雨天的画面 但这个雨真的太大了 避免器材淋湿 我只好赶紧离开 接下来到了屏东加东肖家古厕的静字亭 这个静字亭的装饰非常的细腻 整体看起来分作三层 而这三层之间又有层层堆叠 搭配红白蓝三色的配色 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清新脱俗 我对这个社区印象深刻 到来的时间是下午五点 庙口前的广场却空无一人啊 一旁卖衣服的店家也要收摊了 只剩杂货店还有阿桑光顾 阿桑在杀架完之后 还跟老板说拍赛给你走谈 真的是非常乡下日常的口吻啊 我走进杂货店内 里面不只卖糖果饼干 也卖南北货 味精太白粉干薯粉被放在收纳箱里 门口还写着客家祖传的猪胆干 走进肖家古厕 古厕占地一千多坪 将近五十间的房间 里面保存的相当好 除了占地非常大之外 特别之处是照片非常的多 墙壁上贴满了肖家历代祖先的照片 从清代到日本时代 民国初年的照片都有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穿衣风格 这座古宅就像是台湾近代史的教科书一样 但由于这次是以静字亭为主的主题 古厕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好好探索 最后来看台湾最大座和最高的静字亭 首先是最高的静字亭 我来到竹塘形林宫 远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圣坛 整座亭分座五层 约有三层楼高 光是第一层就有一层楼高的阶梯 正中间和旁边写着圣基 这座正确的名称应该叫做圣基亭 关于圣基亭 静字亭或是席字亭 其实都是一样的功能 只是有着不同的名称 但在本部影片为了怕大家混淆 我都通称为静字亭 最上方有苍结圣人的神位 横坯写着乃圣乃神 特别的地方是苍结的苍是有炒字头的 妙方说这个静字亭在疫情前都还有使用 主要用来焚烧金苏 当金苏的数量太多难以全部收藏 就会在静字亭烧掉 这也是极少数还有在使用的静字亭 旁边有捐献者的碑纹 目前文字已经渐渐风化 像是古埃及沙漠会出现的碑纹 到来的气温约34度 春秋阁底下的水已经彻底的干枯 体感和视觉都非常的沙漠 旁边有个身处于沙漠的企鹅 正在卖鱼饲料 一旁有大城殿 里面供奉孔子 即使正中午 里面的灯光还是有些昏暗 但非常的凉爽 庙城前只有零星的村民在聊天 小村的日常没有车流声 只有鸟叫声 看完最高的金字亭 接着来看规模最大 有三进亭院规模的金字亭 从它位于龙潭的圣亭路就可以知道 这座金字亭相当受到重视 而且居然还是台积电任领的古迹啊 龙潭圣基亭建于1875年 目前的样子是于1925年重修 这里已经禁止焚烧书籍和纸张 金字亭的底层是八角形 中层是四边形 上层则是六角形 分别源自于易经的八卦 四项以及六合 从门口走到金字亭 地基是层层升高 而所有的目光焦点都集中在金字亭上 营造出庄严的氛围 我试着想象以前人走进三进亭院 把手上的书籍纸张放到里面烧 不知道那到底是怎样的心境呢 炉子上方刻着过化纯绳 象征烧过之后的文字 精神与意义依然存在 对联写着文章到十分火候 笔墨走百丈迎蓝 我猜测大概是文章写的越多 烧的越多 文笔将会更气势磅礴的意思吧 这次拍摄的各个金字亭 对联大多是勉励读书人 努力向上的内容 比起常见的神威显宁的对联 金字亭的对联 相对的比较有人味 例如美龙龙杜金字亭写着 满腔心事熔如火 万丈烟光射斗牛 把写着心事的文章烧掉 让火光灰烬射向星空 听起来就是挺浪漫的想象啊 有着读书人的寂寞与傲气 我最后问了ChimpGPT 是否能把你的回答列印出来 拿到金字亭烧掉 JimpGPT回答这个行为 显得有些不寻常 这样的行为并不符合 金字亭的初衷和意义 接着我问可以把汉摩拉比法典 拿去烧掉吗 原本以为会得到汉摩拉比法典 是一块石头 没办法烧掉 但ChimpGPT却给了文化资产不能焚烧 很官方的答案 我这次会走访各个金字亭 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现代人都是从手机看文字 用现代的观念来看金字亭 金字亭已经不是怀旧 而是一份浪漫 对于文字与知识的浪漫 第二是近30年来 可能都没有新的金字亭出现 代表这项文化已经渐渐消失 第三是金字亭的出发点是对于文字和指示的尊重 而不是祈求上天保佑或是发大财的私人愿望 这在民间信仰中是属于非常特别的部分 好的 以上就是这集金字亭的内容 相关的内容会在FB和IG补充 那台湾真奇妙就下次见啦 拜